巫统领导曾已经表明要关闭和一党之间的谈判大门 认为双方没有合作的余地 单方面宣告国民共识已经述终正寝 不过首相兼巫统副主席拿杜斯里伊斯曼莎比利却没把话说死 强调巫医是否合作应该由巫统最高理事会集体决定 那一党总秘书拿杜斯里达基尤丁则没有放弃和巫统重归于好 还亦有所指的表示 目前还有很多时间可以跟任何政党来讨论合作 巫统和伊斯兰党共组的国民共识究竟是名存实亡 还是留一线余地 双方对此各说各话 巫统领导层已经言之凿凿 表明双方合作告吹 没必要再有任何谈判 但伊斯曼莎比利却没有跟随巫统大势 直接把伊党拒于门外 而是把决定权交给巫统最高理事会 集体商议 伊斯曼莎比利却没有跟随巫统大势 所以可能这些事情可以帮到 在社团外却会出现 伊斯曼莎比利早前表示 巫统五巨头原定要在来临的星期六会面 共商举办第十五届全国大选的黄道集日 以及巫医之间的合作关系 但最后宣布展延会议 巫统多名领袖已经不止一次表明 来届大选将会单打独斗 而伊党还是没有放弃争取合作的可能 总秘书达基友丁表示 解散国会的课题 本来就不是首相一个人说了算 而是内阁共同决策 达基友丁也是能源及天然资源部长 他今天出席国能公司建造与槟城大桥平行的跨海电塔 推展仪式后告诉记者 大选之期还没确定 而伊党还有很多时间 可以和任何志同道合的政党商量合作 目前近代巫统最高理事会的决定 两党谈判并不急在一时 有一点誓言 大选择 大选择 多一分钟 对 对 我们说 无数字幕